1964年10月,苏联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一夜之间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 而且还是被自己的同僚秘密被迫退休 10月初,赫鲁晓夫从印尼访问回来后直接去度假了 然而他刚到度假区不久,就收到通知说农业方面出现经济危机 需要立刻飞回莫斯科 然而在莫斯科等待他的并不是探讨如何解决问题,而是被迫退休 赫鲁晓夫下台后,很多人都在猜测,谁会是苏联下一任最高领导人 但没有想到最终让各个方面都没什么成就的伯列日捏夫上位 起初人们都把他视为临时的最高领导人 谁也想不到他进执政18年之久 能执政这么长时间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之处 而是因为他完全纵容和包庇部下们贪污腐败 而赫鲁晓夫在1964年退休后 隐居乡间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大事 贤富在家的赫鲁晓夫写了一部回忆录 而他创作这部作品唯一的目的就是 写清楚自己执政期间的种种事宜 以及披露前苏联的历史内幕 他以此来向排挤自己的人复仇 他一开始先利用磁带录音 儿子再整理的方式完成 后来在工作接近尾声时 不幸被对方察觉 对方在他居住的地方到处安放窃听装置 甚至连茅房都不放过 赫鲁晓夫气愤的说 连我家历所都有窃听器 就是为了听我放屁吗 尽管如此 赫鲁晓夫最后还是完成了回忆录 还偷偷的叫人转移到国外 最后才复印并刊发 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 被安葬在了新圣武公墓 他成了唯一一个没有安葬在列宁墓旁边的苏联领导人 1971年赫鲁晓夫